台湾海峡不是国际水域 美国彭博社13日引述相显示的华城 中方已多次私下警告 美方避开台湾海峡 并反驳了美方所谓国际水域论 近年来美方以自由航行为名 屡屡排出前击 并邀请盟友骚扰台湾海峡 在中国家门口耍存在感 在刚刚结束的香格里拉对话上 中方用不惜一战不惜代价 再次对美国的挑衅和态度的冒险 发出了明确警告 尽管五角大楼发言人马丁·麦纳斯 上日正在宣称 美国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地方 飞行、航行和行动 包括穿越台湾海峡 但随着时间推移 穿越台湾海峡 越来越向五角大楼自娱自乐的独角戏 和台湾民进大当局 自欺欺人的安慰剂 外交部发言人黄文斌 13日在记者会上重申 国际海洋法上 根本没有国际水域一说 有关国家声称 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 意在为其操弄涉台问题 威胁中国主权安全制造借口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据彭博新闻社时3日报道 知情人士透露 中国大陆军方近几个月 与美国军方会谈中多次主张 台湾海峡不是国际水域 引发拜登政府的担忧 消息是称 不同层起的中国大陆官员 已在多个场合 向美国政府递交声明 反驳美国的台湾海峡 国际水域论 彭博设称 虽然中国大陆经常抗议 美军在台湾海峡的行动 但在此前的中美会谈中 台湾海峡的法律地位 并不常被草合 目前尚不清楚 最近的主张是否表明 中国大陆将采取更多措施 对抗进入台湾海峡的 外国军舰 美军方12日则宣称 将继续在台湾海峡 进行自由航行 13日外交部记者会上 汪文斌回答彭博设计者的相关提问时称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湾海峡最窄处约70海历 最宽处约220海历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中国国内法 台湾海峡水域有两岸的海岸 向海峡中心线延伸 以此为中国的内水 领海皮链区和专属经济区 中国对台湾海峡 相有主权 主权权力和管辖权 同时也尊重其他国家 在相关海域的合法权力 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研究员 袁正13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说 美方所主张的国际水域 与我们所强调的国际水域 有本质上的差别 依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中国对台湾海峡具有管辖权 但是美国不承认这一点 因为美国没有加入这个公约 美国主张的是 台湾海峡是国际通道 可以来去自由 而我们强调 美方必须是无害通过 外国船只在通过这个地区时 不得有示威和挑衅的意味 事实上 美国所谓的自由航行 带有军事威慑性质 意图炫耀武力 甚至有侵犯我国主权的危险 是损害国防利益的行为 这是我们绝对不能接受的 美媒的爆料正指 美中防长香格里拉 对话结束之际 台湾议题在此次对话会上 再次发酵 据泰国曼谷邮报13日报道 11日 美国防长奥斯汀 在相会发表演讲时宣称 中国正试图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 并称 中国日益具有胁迫性 此日 中国国务委员 见国防部长魏凤和 在相会上发表演讲时强调 和平统一 是中国人民最大的愿望 我们愿付出最大的努力 但如果有人 胆敢把台湾分裂出去 我们一定会不惜一战 不惜代价 一定会打到底 新加坡联合早报13日称 中美两国防长在相会上 都尽力避免紧张关系升温 唯独涉及台湾问题时 语气可能较以前更严厉 新加坡前发交官 比拉哈利说 在台湾问题上 双方立场似乎都更强硬 语气还算客气 却是严厉的 袁征13日对 环球时报记者说 民进党在美国的暗中支持下 小动作不断 当局在台独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而中国大陆 也在采取多种手段 例如在台海地区 定期开展军事巡航 来展示反台独 和维护国家主权的决心 纽约时报13日称 从中美两国防长周末的交锋 可以看出 台湾问题正是北京 与华盛顿紧张关系的缩影 因为中国长袭来一直表示 如有必要会武力收复台湾 人们正在听到越来越多 有关台湾的担忧 更多的人在说 问题不是冲突会不会发生 而是何时发生 前澳大利亚外交官卡萨姆 接受采访时说 我们正在面临更危险的局面